戰車穿越大街小巷 拆糧小蜜蜂緊跟在後 接成貪食蛇車隊 拆糧團體車隊掃街 力催罷免同一票 拆糧行動 掃免一票 人權裡有個熟悉的身影 民進黨立委沈柏陽 也加入掃街行列 原來他的妻子也是基隆人 在這兩年之下 其實真的發生了太多的事情 不管是這種阿拔的 這種執法的方式 又或者說 土力的特定的廠商 這些不但是 沒有建設基隆的一個問題 而是甚至這些錢 都不知道流往哪裡 我有一個基隆女婿的身份 也希望能夠加入到 這樣的一個大家庭 沒有呼吸 我已經定居在基隆了 當然我作為一個 曾經在香港生活 知道民主有多重要的人 當然更加要參與 這個罷免的行動 連在台港人都上街 蘇朗姆蘇丁 同一時間謝國良 請來同黨同志 是五位黨籍立委 大軍押近 是不是我們給年輕的 謝國良一位 基隆年輕的市長 給他一個完整服務的機會 好不好 好 雖然不小心口固 不過同志的熱情相挺 還是讓謝國良很感動 真的我看到謝謝 我看到各位啊 我眼淚都快要滴下來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國民黨現在以全黨之力 來做這件事情呢 當然就是因為 他們也知道 謝國良在這邊呢 真的是天怒人魚 但我們相信 公民終究可以贏得勝利 把握最後催票時刻 選前之夜 國民黨團發出假動 立法院長韓國瑜 也要親自來相挺 罷韓四君子 也在臉書宣戰 說看到被罷免紀錄保持人 韓國瑜要挺糧 他們也會北上挺基隆 拆糧固糧各自拼場 到底謝國良能不能保住市長寶座 即將揭曉 明視新聞陳重看 基隆報導